被申请轮对自己实施的家庭暴力呢 往往提出各种辩解 以对方有错在先为由呢 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 甚至借机通过暴力的方式来控制对方 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形 这里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个观念 就是任何理由都不是实施家庭暴力的借口 那种认为家庭暴力情有可原的观念 是完全错误的 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呢 我们司法解释呢 也进行了加大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保护力度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被申请人认可家庭暴力行为 但辩称申请人有过错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做出人事安全保护令 家庭暴力是违法行为 甚至有可能构成犯罪 要坚决予以抵制和打击 当然如果存在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呢 比如一方存在出轨等过错的 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 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要考虑照顾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 再比如根据民法典第1091条的规定 如果一方存在与他人同居等重大过错的 还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